大家好 我是冲先生 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而英字面解释就是移民去英国 但现在看来其实可能是一帮移民了的婴儿 因为你不难看到他们 未必会理智思考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单纯因为立场离开的人多不升数 然而虽然他们的口和对脚都很坚定 但银包都很诚实 因为你还会看到他们虽然远在他乡 但他们还是深系祖国的淘宝 我还以为他们会抵制中国制造 有些手足更加不但没有移民 抗争后还要求拿回乡证 我真是服到五体投地了 好了 笑话说完了 要认真一些做这个婴儿 不是 这个婴儿的题材 因为发现小弟的影片有幸被一些媒体转载 当中包括香港01和大公报 大公报更加指出 随着不少香港人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近期BNO已经越来越无人问津了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署公布的资料显示 去年第三季 英国一共收到 10,100份香港BNO签证的申请 按季度跌了44% 是政策实施以来最少的季度申请 所以 疑英是否一条好的出路呢? 我就不知了 但数字似乎不会骗人的 今集继续由身处在英国的嘉宾阿雪 为大家说一下英国当地的最新情况 事先声明一下 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与你意见不一样的话 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 面积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仔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 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回到我的网站 冲stop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 去片 你好 你好啊 很久不见 你好啊 有什么新消息更新一下大家 是不是说通胀很厉害 又有限买 限扣令 没错 其实限买 限扣令是因为这个星期 有几样东西都是很缺的 蔬菜 番茄 青瓜 还有鸡蛋 鸡蛋就缺了很一阵了 因为是禽流感 其实一路的鸡蛋都是很贵 还有整天都断了 最近番茄和这个菜就加入了行列 我昨天就出了去买菜 那就真是架是刺了 其实这个问题都持续了一阵子的了 前一阵子已经是疏疏落落 所有很多以前经常买到的菜都开始断的 但是昨天就真是架基本上是刺了 找一只番茄看看都没有 我特意都问了其他town的朋友 他们都说 模糊他们那边都没有 但是不是有些东西是自己本土的吗 因为我见那个缺货的问题不单只是英国发生 我见美国都缺鸡蛋 说要在墨西哥偷运鸡蛋进去 都是禽流感 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很多时候它撲杀了很多鸡 一流鸡蛋少了 二来它有鸡蛋它都不再买 因为它要养鸡蛋 因为英国主要的那些生果就是在西班牙 还有在非洲 摩洛克那边来的 但是今年那边天气就突变了 又冷了 那边的出产都失收了 那变了英国就少了 再加上英国本身本土有种番茄 但是因为需要用green house 那它因为电费太贵了 而那个肥料也都太贵了 那所以呢 今年的农夫很多就不种了 或者是迟了才开始种了 那所以它本土的番茄也都是不够供应了 那所以就少了很多了 那变了我们现在买菜就少了很多 鱼已经很久没得买 不是没有 是选少了 譬如英国最经常是吃cord fish 如果你想吃一条比较新鲜的鱼就是吃鲁鱼 那我又很不喜欢吃那些lambon sole 那些扁鱼 就好像铁沙那些鱼那样 那已经选不是多了 前一阵子都已经有贵到 那些鱼民都不出海了 所以我们买开的鱼档都收拾了 那些鲁鱼都没得吃了 很难才能再买到 那现在就 总之你买开的东西 除了肉 肉就真的还可以的 虽然贵了 但是猪牛鸡羊的肉都还有 但是你比如说海鲜 现在的菜 就经常都有这些断断的问题出现 那时未开始进入冬天的时候 就说英国对于俄乌这个战争 也都对于能源 对于物资那些 就是说很担心很害怕 然后又说能源费用不断上涨 现在冬天算不算是快就完了 其实今年的冬天很有趣 以前就是一路冬住 不过可能是十度八度 七度这样 有时会去到一度两度 但是今年是 补一声十几度 补一声零度 补一声又上了十几度 所以冬天是不是很正常 就是今年的变化很大 是很不正常的 今年怪怪的 我想问一下 黄菇那件事对你们的影响 还大不大 有没有说开头真是害怕 或者冬天要买暖煎 或者找办法 其实油价已经跌下来的了 因为我最高的时候是1.9多 现在是1.2多 其实是下来的 Energy price是未下的 现在依然都是贵的 但是说很optimistic 应该不会再上 所以暂时都是在捱贵 大家已经开始习惯了 是这么贵的了 不过就近期都吵 就是刚刚前几天 Boris Johnson走跪了去 去乌克兰 是 早两天报纸就说 Alyst Trust那位生菜 都比她那位受伤 就加入战团就说 要英国呢 就提供这个战机给乌克兰 关她什么事 她都下了任了 是啊 但是她依然坐在里面 只不过她不是首相 她在党里面 她依然会在那个Parlament里面出现 就是已经养衰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她都终于说话 很阔了 她又出声就说 是我们应该给战机 然后今天新卫城就出声了 她说不会排除给战机的这个可能性 是啊 你看Twitter就骂到瘋了 就是说 大哥 现在大家吃又没得吃 你Nurse那里又没搞定 Junior Doctor又罢工了 大家知道 Nurse之前护士罢工 救护员罢工 那些大医生 就是Consultants罢工了 其实已经是很混乱了 现在Junior Doctor就加入队伍 其实九成的我们见前线的医生 都是Junior Doctor 那他们就说因为他们的薪水太低 和工作时间太长 他们就会想罢工 是说八七十二小时 就是三天不开工 那基本上如果Junior Doctor不开工 基本上没人看你的了 就是你去到医生 没人看你 因为Consultants是很少的 那变成了你基本上 可以关门的了 医院可以三天关门 大吉 就是现在政府就跟他们 好像说 漏了护士那边 就想跟他们谈那个薪水问题 那就不知道他想怎样 但是我刚刚刚update 看报纸就说 护士工会那边就说 那个投资不是那么理想 他们已经很仁慈的了 就听说Junior Doctor 和大医生Consultants 他们会夹着 就不会一起打工 就是Junior BPA 就Consultant顶上 就是说是这样 不够彻底的 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道德底线 那真的不行的 因为刚刚就是 在香港的年代玩瘫痪的 一是零 还是一的 他的道德跌到低 低过某个程度 那我没办法 那这里的道德底线高一些 他们就不想这样 但是我相信那些医护士 都真的很受不了 因为我早两个朋友 就是进了医院 那话说 我的朋友就真的病得很重要 他同班狼瘡 是会一下子 体重是可以有 四五十个K 跌到三十几个Kilo 他就是那一种病 他早两天突然间很严重 就进医院 我就立刻车他去医院 那其实医院已经很不够人走 那我想他们真的做到有点猛 还有平时他们很好 其实我之前有说过 大部分护士医生 就算有多大压力 他们都是很友善的 这边 那是真的要赞 但是那一天就真的是 那我们就进医院了 那我们就进医院了 那因为没有救护士医院 因为他现在不但指 之前有说过 等救护士医院 是十几二十个小时 死了都未来的 那件事之外 现在的救护士医院 是玩四个level的 那基本上就是 你不是失败到你立刻死 你都不会有救护士医院 你都不要说等多久 是不会来的 那如果你死不去的 就你自己搭车过来 那我的朋友 就是属于死不去的那一只 那于是我们就自己车他去医院 他都叫做是医院的 那所以就可以 做了个访问进去 那去到之后 真的很滴汗 他因为他走都走不了 但是我们都肯定走了进去 他就跟个访问说 我设定了个时间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叫个访问给你一张轮椅坐 你看你走都走 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安排个轮椅给我 他访问他 他就看着他 蛤?轮椅? 那你刚才怎么走进来的? 他又对啊 他又有道理啊 反眼啊 真的问你 有原因 然后他的样子 还要走出去 一会儿回来 你自己一会儿去那里才问 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走得很辛苦 然后走到很慢很慢 坐下了 后来到医生叫他 叫了他两次 他都走不到 因为他根本走不及去 那个医生才发现他走不到 那医生才发现他走不到 那护士就说 你给他个轮椅 那个护士才发现他自己坏了 就乱乱去找一张轮椅给他 那 anyway 因为他其实排了期很久了 一直说有人要跟进 但是排期是说九个月以上 但是我的朋友是已经 你想想想只有33kg 你想想一个人 33kg?很夸张啊 是的 是真的不行了 很危险很危险 我的朋友说不是 那他就解释给他听 接着他就说 蛤?等九个月 他说 you got nothing left to wait 这样 就立刻召了大医生 就是那个consultant 你看他 就立刻收了他进去 这样 但是好笑 又来了 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晚 然后他就说 那医生做不到任何事情 因为明天是星期日 那办公室就关闭了 我们就拿不到你的记录 因为办公室关闭了 他们的记录是不互通的 不像香港那样 医院和医院之间 你是立刻可以拿到 病人的病历 他们是不行 那还要星期日是下班的 那所以呢 他就要等星期一 办公室开门 拿到他那边 另外一间医院的记录 他才可以开始医他 那你说 如果你真是很约理的话 那怎样呢 那真的滴汗了 那好吧 那他就坐在那儿等 然后呢 之前有个医生看他 之后第二天回来 那医生见到他 就问了 真的很差 我觉得这件事 为什麽他还在那儿 还不交代他走 他不应该在那儿 因为他之前看另一间医院 但是他现在在我这个区出事 那当然在我这个区医院那里 那医生就问 那医生为什麽这个病人还在那儿 还不交代他走 他要走了 但是你想想我的朋友已经是很辛苦 那点床 你又没有医他 你又没有记录 那你就打算扔他走 那然后 我的朋友说 不行了 我这个案子我怎样走 然后他有一些解释给他 基本上 背后之意就是 你这个病都等的了 你坐在那儿都没用的 这样 就是等的 等一指 哇 是的 然后我的朋友很生气 哭 然后狂闹医生 就是很过分 我在这边那麽久 没有遇过这样的医生 我们真是一路的记录 一路的感觉都很良好 但刚刚这次就遇到 那我猜他们真的非常之不开心 非常之不开心 我想他们的工作压力 大到是多一个都不想要 那于是就出了这个 但是这个是恶性循环 其实某程度上 我觉得你罢工 你不是彻底的罢工 你没有罢工的那班 是吃光所有东西的 是的 你本身一百个人做的东西 只有五十个人做 那五十个人不叫救命死定了 是的 而且他的费本身真的是低的 就是他们都说Junior医生 他们好像说 不知道在2011多年 16年 就大幅度一下子 剁了他一个 一个甘心的价钱 好像五百磅 每个月 那新来的那些 你已经没有了几百磅 然后那麽多年来 那通胀一路上 但他又没有加过 其实他变相是越来越差 那然后现在只是有人走 就是他越来越不够人手 越来越请不到人 所有的努力都去到他那里 现在再加上厄里华士家罢工 就是谁留在那里 就谁遭殃 好像当年香港人来罢工 他上班那些真的很惨 是的 所以现在就像厄里华士家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就第一次遇到 那麽差的情况出现 好奇问一下 其他有没有感受到 譬如各行各业 可能油谷或者铁路 那些罢工对市民的影响大不大 因为我不用搭火车 所以就不直接影响我 但是因为我 常常有朋友的小朋友 来我家的他们放假 就搭火车 那他们就真的很轮盡 因为一架火车禁止 他们就真的 试过搭10个小时才能到伦敦 其实是很过分的 转车转车再转车 10个小时 飞机都回到香港 他才是10个小时 在利物浦附附近 到伦敦 有这些案子 因为我就不知道我的信是快了 还是慢了 譬如我买的淘宝货 慢了可能我都没有留意 不过就是有一次去寄信的时候 Post Office就跟我说 他的信息会慢 那我们就说 那是呀 为什么 Post Office里面的女生跟我说 我不知道是Royal Mail的问题 然后后来才知道 原来Post Office和Royal Mail是分开的 就是你去Post Office的东西 Post Office不是属于Royal Mail的 它是一堂自己的生意 就是好像他经营那样 但是anyway 那记得真是很慢才记得 有一些东西 形形式式都会有影响 只不过是看看 你会不会碰到 那一样东西在你生活中 譬如你每天都要搭巴士上班 或者每天都要搭火车上班 我认为你就会很生气 是呀 因为cancel cancel 再cancel 老师罢工学生是否不用上学 老师罢工是呀 学生就不用上班 如果你有子女 你学校罢工的 你又要上班 你又没有人照顾小孩的 那你又要请假的 那你就很烦 这些东西也有说 嗯嗯嗯嗯嗯 我想问一下 你在当地 你也有接触很多 当地的新香港人 或者新英国人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情况 或者有没有看到他们 经过了这些日子 开始上家 或者开始有些 有些 有没有搞错啊 但是你们英国人 经常是白纲的嘛 有没有什么情况 看到出来呢 我想 怎么说 你不可以 说给一条鱼 知道走路有多爽 因为它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是不是 你就不可以 令到一个 他的脑去不了 那个level 思考能力的人 去想一些这么复杂的事情 而且又是他很偏激 他只会觉得 我来到 所有东西都是好的 就算我做乞业 好像那条鱼 我做乞业也很快乐 所以 在他们的口中 是没有投诉的 哦 竟然啊 我记得有些有 有些youtuber 会说出来 哇 你把工影响市民 是不对啊 诸如此类 是信民来的 是的 是信民来的 刚刚昨天说 什么XX的老闆 什么小龙 是的 你有没有听他 没有 好了 到底他在英国 遇到什么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不想等 又或者想听完 执完没版本的网友 可以去中央播放列表 找回2023年2月24日的直播重温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 欢迎留言聊聊天 但是记住 做过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 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